他们说,希腊有帕尔蒙神寺,罗马有斗兽场,埃及有金字塔,而东方有夏宫,也就是圆明园,The Summer Palace 现在真的是什么都特别方便,刚是用伊卡通进来的,很多的景点现在都是微信扫码就可以买票了 只要在门口那个地方扫他们官方微信,它官方微信是有这个语音导览的,就可以听馆长或者是其他讲解员他们讲解的每一个景点,然后你去到哪儿就点哪一个的景点介绍就OK啦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说,哇,如果这些没有被销毁,没有被这样子砸烂的话,那得要多壮观 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说,哇,如果这些没有被销毁,没有被这样子砸烂的话,那得要多壮观 真的是自己国家不强大的,就是要免不了被打的这样子砸 啊,如果 lighting这么大 001就是被言诈的,就要对 fet个 campaign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米宫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在里面都来都去 反正我是还没有都到中间的那个地方里面过 整个圆明园最iconic的那个建筑 大家老是就是pull出来的 也就是那个大理石的那些建筑的一个残骸 那其实那个地方呢是在西洋楼遗址区 其实这个西洋楼呢 它只占了整一个圆明园的2%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小了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要来看那里的一些断壁残垣呢 因为西洋楼的建筑呢 它大部分是用大理石来建筑的 所以当时英法联军清华的时候呢 它焚毁了很多的建筑 主要是一些木质结构的建筑 那因为大理石呢 没那么容易被烧毁 所以呢 现在留下来保存的比较完好一些的 都是大理石的建筑 我走到了一个死木桶 这里有一个像爱丽丝的后花园一样的小庭院 这里有一个像爱丽丝的后花园一样的小庭院 咱们看到这几柱石头呢 是以前皇帝给香菲去祭拜的时候用的一个礼堂 那因为香菲呢是伊斯兰教 所以他就给它建了这一座 用来祭祀用来做礼拜用的 叫方万 方就万 话说这个有一个贝壳的水池呢 就是那几个很出名的十二生蝦的瘦手所在的地方 那当时呢那十二个瘦手就是围在那个水池那里 每到一个时辰就会有一只生蝦开始喷水 然后到了正午的时候呢 就会十二只铜石开始喷水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科技 当年圆明园还没有被破坏的时候 他们说希腊有帕尔蒙神寺 罗马有斗兽场 埃及有金字塔 而东方有夏宫 也就是圆明园 当时英法联军来到圆明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劫 从军官开始抢劫 之后连士兵也按捺不住了 抢了有十几天 据说有一些士兵抢完以后回去马上就成为爆发户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自己来的话 就听他们官方微信上面馆长的讲解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这里有一只猫 好了吧 那今天的圆明园之旅 就差不多结束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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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